另外一方面就是盡快完成統一改善解救台灣的苦難同胞 好的謝謝江蘇的唐先生 再見一位台南的張先生 台南的張先生請講 台南張先生您已經在我們線上了 請講張先生 喂大家好 我是台南張先生 我個人覺得說給我們大陸的遊客 以及我們大陸的人民到台灣來 你們來這邊玩的話 一個心態保證你們可以像螃蟹種的吃香喝辣 絕對會很瀟灑自在 就是你什麼都可以談 不要去談政黨政治這個東西 只要不要觸及這個東西 在台灣你就可以過得很舒服了 好的謝謝台南張先生 福建的莊先生您好 請講 福建的莊先生請說 喂莊先生您好 我認為大陸人對台灣的印象是 把台灣那麼滑達 要是能夠把它收回來 我們就一樣滑達了 對這樣的印象 可能是中共與我們的教育有關係 我認為談什麼文化什麼大多老百姓是不懂這些 只是關心實際的生活 中共長期以來對工人經常打壓 工資也相當低 台灣如何用自己的影響力 慢慢的把大陸的工人的工資漲起來 好的非常謝謝福建的莊先生不好意思打斷您 我們今天線上還有許多的聽眾 請大家盡量簡短發言 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能夠發表他們的意見 我想綜合海三兩岸 剛才聽眾觀眾朋友們來電先回到華盛頓現場 我想特別提江蘇的唐先生 他對台灣有很多負面的印象 說是從台灣電視上看到的 事實上真的去深究台灣也有詐騙集團 也有真的像剛剛吳教授也提到 有開車撞死人不負責等等 最近我們這兩天在電視上看到的就是台灣的立法院 因為民進黨抗爭這個美牛案一片的混亂 然後也顯現出台灣的民主的不成熟 你怎麼看這些大陸聽眾觀眾 對台灣的一些負面的印象呢 我想這個新聞的做法就是 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所以你看到負面的一些報導 那是非常正常的 那你說一個社會可能十全十美 當然不可能 那每天在台灣所發生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包括立法院打架也好 抗爭也好 民粹也好 這個也是一個就是文化的產物了 有負面的產物 中華文化是有它負面的產物的 比如說以前產族 現在那個我們 可是台灣人民它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 它可以去無存精 因為它受的教育比較高 生活已經小康以上 我不贊成唐燕 說說我們水生火熱或者吃不飽 我覺得台灣你找不到惡犯的人 絕對找不到的 那你至於說中國大陸呢 他們要怎麼改進 它可以以台灣來做接近嘛 這個你說電視上偶爾報導一些怪力亂神啦 這也是因為台灣太自由了 有的時候我是覺得說台灣自由過了頭 因為它這個民主化的時間不長 那一般老百姓呢 他們還要慢慢的學習 但是我覺得台灣人民學習能力是非常強的 至於中華文化 唐先生講的這個我是贊成的 我覺得這個中華文化是台灣 它今天這個文明產物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石 我打一個比方啊 印度是不是很早就民主開放了 印度它的人文有台灣那麼好嗎 印度非常階級化的 什麼不同的階級不通婚 然後歧視的非常厲害 所以因為他們 我覺得這個跟中華文化有關 你看孟子早就說了 民為貴 君為輕 以及三人行必有我師論語講的 這些深根蒂固的在這種中華文化博大經濟 深根蒂固的在我們台灣人民的心目中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唐先生說 繼續發揚中華 我這個贊成 其他的我一律不贊成 我覺得都是情緒化的發言 好的 謝謝沈童先生 我想請教在台北的武漢教授 其實讀了韓韓的文章 也聽了剛才大陸聽眾的電話之後 我想請教您這樣一個問題 過去可能因為兩岸的隔閡 大陸民眾可能真的就像剛剛江蘇唐先生說 認為台灣是水深火熱 每天吃香蕉皮這樣的統戰 這樣的宣傳也有 不過現在因為隨著兩岸的 互相交流越來越多了 很多大陸遊客到了台灣 他可能看到好的一面或壞的一面 因為政論節目也有放大 很多台灣政治混亂的一面 看到好的也看到壞的 這樣直接的交流 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呢 請教您的看法 這樣當然是對兩岸交流是正面的 當然我們也歡迎唐先生 到台灣來走一走看一看 實際了解一下實際的狀況 就好像台灣最近老委會發布了一個薪資報告 說大學畢業生的薪資的平均薪資 比13年前下降了 那麼這個是台灣的一個警訊 但實際上再深一點的去看 其實跟兩岸關係是有關係的 因為13年前在兩岸的這種交流狀況底下 台灣的薪資相對的是高的 可是當大陸在經濟起來之後 那麼當然有很多這個資源就往大陸那邊流動 所以相對的台灣這邊的這個薪資水平 基本上兩岸是在拉平之中 所以如果兩岸的人民基本上能夠大家互相來了解 互相多走動一下 就會發現兩岸的社會的確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到台灣來旅遊過的大陸民眾 一般對台灣會有兩個字 一個叫做兩個都是靜 一個字乾淨 另外一個叫做安靜 就是在街上你很難聽到汽車按喇叭 那麼在大陸如果聽不到汽車按喇叭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代表一個社會發展的一個狀況 當社會發展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一般駕駛人會比較尊重這個用路人 所以他就比較不太會去按喇叭 那麼但是在大陸的現在目前的 因為社會剛剛起來 好不容易有輛車 那有了車之後我就是大爺 所以我用上了路我一定要按喇叭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社會現象 另外一個是乾淨 乾淨我們看到台北市現在垃圾不落地 那麼這個也是經過這個一個時間的推動的最後結果 大家看到了現在台北市 當時在這個馬總統在推垃圾不落地 然後用這個垃圾袋的時候 在內部在台北市還引起了不小的反彈 但是現在看起來呢 這是一個好的一個政策 我相信在台灣的其他的都市 也都在相繼仿效這樣的一個制度 將來大陸的社會 我認為它也會走到這一步 那麼就是需要一點時間 需要大陸的民眾一樣的從這個覺醒中 或者是大陸的媒體有更高的這種監督力的時候 這個社會的進步是會加速的 好的 謝謝吳翰教授 我再接幾個電話再把時間交給博弈 博弈也提醒天上聽眾觀眾 盡量的稍微簡短發言一些 讓大家都有機會能夠講到話 台中的謝先生您好請講 臺中的謝先生 各位聽眾大家好 您好 臺灣民國35年以後 做推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我們蔣經國先生推行軍戶 還有中華文化的推行 在臺灣實施相當的積極 所以臺灣就是中庸之道 我們中國5000年的道統文化 謝謝台中謝先生 下一位是內蒙的李先生 內蒙李先生請講 你好 我來自內蒙 我很興奮 今天第一次來接的電話 歡迎您 我想質詢一下嘉賓 今年是六四二十三週年 我想質詢一下嘉賓 在臺灣的教科書上 有沒有中國的北京大屠殺的內容 以及對臺灣的學生 這是怎麼教育出段歷史的 謝謝 好的 謝謝內蒙李先生提出的問題 稍後我們請來賓來做回應 桃園的陳先生是下一位 陳先生您好 我想這樣子說 很高興大陸有漢漢這樣的人物 因為他看得到別人的好 不像臺灣很多人 只看到自己天大地大 臺灣的人最大 然後他在臺灣碰到都是小老百姓 小老百姓不管是日本也好 涼獎也好 現在也好 被管理都吃得死死的 所以他們都很守規矩 他如果碰到這大官的話 因為他是遠來吃客 人家對他很客氣 所以他也會覺得很滿意 但是實際上在臺灣很多大官 政府也好 或者非常懂法律的人也好 他們無法無法的情況 可能他自己不太了解 你去看人家打架就知道了 當然他現在碰到都是好人 那如果他碰到一些 要跟他要30%的回扣 那個錢的人 法律規定的人 我想他的反應 恐怕就不是這個樣子 好的 謝謝陶淵 陳先生發表的看法 下一位是河北的岳先生 河北岳先生 河北岳先生請說 主持人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是河北的岳先生 您的老管多 謝謝您 請說 那個 嘉賓好 主持人好 我認為呢 臺灣就是中華民族的幾兩 中國的希望就在臺灣 中國的未來也在臺灣 臺灣就是希望就是榜樣 我要提個建議 希望臺灣要有自信 要有自信 中國一定會實際上民主自由 謝謝 主持人 好的 我們非常謝謝河北的岳先生 下一位是台中的姚先生 也是我們的老聽眾 姚先生您好 沒有見面的時間 覺得非常的快樂 一面之間正面思想 有快樂就會有幸福 自覺而覺 心無常駐 然後中華文化五千年 四百代而後聖人初 正是這個時候 我們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光芒 是全世界的燈塔 好的 謝謝台中 姚先生 臺北的錢先生是下一位 錢先生請講 您好 我想 臺灣有一個很好的習慣 就是宗教自由 不管你是基督教也好 刀教也好 佛教也好 他們都要遵守一個戒律 就是說不能搶 不能殺 不能騙 所以他們很相信神明 所以他們做事就是 以這個中性的立場去做 所以臺灣跟中國民族五千年文化 也是相互相省 所以臺灣就有這種好民風 在這個宗教自由上有很大的幫助 好的 謝謝錢先生 我們請還在線上的聽眾觀眾 耐心等待 我先把時間交易在台北的主持人 葉伯毅 好的 謝謝東妮 那麼剛剛聽眾朋友提出了一些問題 請兩位來賓分別來答覆一下 首先想先請台北的武漢教授 針對特別是內蒙古的李先生 他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很好奇 臺灣的教育是怎麼樣介紹這個六四事件的 那麼也想 當然也想再請教一下這個武漢教授 就是說有很多人 觀眾聽眾朋友們很憂心 就是說臺灣的這個歷史教育 好像有去中國化的一個傾向 那麼是不是對於臺灣的民眾 這個對於中國的看法會造成一些影響 是不是也請武漢教授幫我們介紹一下 當然臺灣在過去在我們的教科書上面 對於中國的這個歷史跟這個相關的一些 其他的資訊做了一些調整 那麼基本上是因為臺灣認為這個目前 我們的教育應該以臺灣為主體 那麼去看這個段歷史跟這個相關的這些其他資訊 所以跟我在學習這個 我在從中學到大學學習這個中國的這段歷史 它的這個比重相對是差很多 那當然尤其剛剛這個內蒙的這位先生 特別強調說六四天安門事件 六四天安門事件在臺灣的教科書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呈現的 那我們一般的民眾對這邊的了解 或者是學生對這個了解 是從媒體上獲得的資訊 那麼好在是臺灣現在在除了教科書之外 我們的學生的學習從網路 從媒體上會獲得很多資訊 甚至於要超過教科書的分量 所以在學習這方面來講 當然它會有不足 但是透過其他的這些輔助資料 會把這個部分給補足起來 好的謝謝吳漢吳教授 那麼繼續想請教在華府的沈童先生 就是包括剛剛桃園陳先生有提到說 這個韓韓在文章裡面有提到說 他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遇到一位計程車司機 那麼獲獲他的錢包之後呢 還給他讓他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麼但是我們住在臺灣的話 當然也提到一些就是 也經常會看到一些這個 就是撿到了東西以後呢 像別人要索取回這個酬勞的 這樣的一個新聞 所以剛剛桃園陳先生說 這個韓韓其實在臺灣是碰到好人了 還有這個一些其他的這個問題 剛剛聽眾朋友對於臺灣有一些這個 有一些疑慮的 或者是說有一些好奇的 是不是都請沈童先生來回答一下 好的我覺得韓韓就像我剛開始講的 那臺灣人民他對外來的人呢 是特別的客氣 也許這個人根本就認識韓韓 然後他覺得這樣做的話 一定會上報嘛 這是一個原因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你撿到東西 還給人家要求30%的回扣 也不算算太過分 因為你能夠把這1萬塊錢還給人家 我只拿3000 我覺得這也不錯了 不能夠要求每個人都是大好人 所以這個並不是一個問題 那至於說談到這個台灣 有些對我們有疑慮的 我覺得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然後我的看法是有很多台灣人 我要批評一下就是他們心胸狹窄 在我們華府有些場合 如果你提中華文化他們是有意見的 他們說不是那是台灣文化 但是事實上台灣文化 就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媽祖或者關公 你民間拜的這些人 或者我們歷史人物 你演的歌仔戲幾乎都是中國人 所以說有些台灣人他們民粹到了結果 也許受到政客的這種蠱惑 就是說好像不敢承認是中國人了 你也不要太看不起中國人 你說你爺爺就是中國人 你爺爺不是中國人 你爺爺的爺爺也是中國人 你祖宗一定是中國人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大家互相包容 這是另外我看到一篇文章 說是這個遼寧的二傻子 他們講台灣最近的一些民粹 就是說本土化 一定要說自己是台灣人 然後逼得很多外省也跟著表態 好像我不說我是台灣人 我就賣台了 我爭著要做台灣人 這個也沒有必要 今天任何一個政客搞政治的 台灣如果說我是中國人 他一定落選 他的政治前途就over了 這個也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 我覺得這些東西 台灣人民也要稍微檢討一下 好的 謝謝兩位來賓 繼續再把現場交給東您 我們現場還有很多的聽眾 繼續來接聽電話 河北的謝先生您好 請講 河北謝先生 好 兩位嘉賓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兩位嘉賓好 我有幾個問題想問一下 就是台灣來的兩個嘉賓 請聽聽聽聽 大家都知道這個熊毛產自中國大陸 為什麼到了台灣叫做毛熊呢 菠蘿這種食品 在台灣也有 在中國大陸也有 甚至在馬來西亞 在亞來代地區都產 中國大陸叫菠蘿 你們不要叫鳳梨 你們叫鳳梨 對嗎 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人不會說和 說和 我和你 我和你 我不明白 我查了查字典 這個和字不是多音字 它不能組成和 這個中華文化怎麼就保存在台灣了呢 台灣是一個殖民的地方 大家也都知道 荷蘭殖民 日本殖民 現在有哈日 有哈韓 還有哈美 還有台灣本土的文化 我現在搞不懂了 中華文化怎麼就保留在台灣了呢 台灣怎麼保留得那麼好呢 尤其是這個熊貓 好的 河北謝先生我們明白你的意思 事實上先生提出這個是大災問 有關於台灣文化的一個問題 稍後我們來花一點時間來探討 下一位是新北市的黃先生 黃先生您好 請說 主持人好 來賓好 很好 在咱們台灣 絕大多數的老百姓 都是心地善良 有良知 有理有體的好心人 那台灣人 基本上是尊敬天地君親師 講倫理有道德觀 我們台灣人也相信 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基因得五讀書 台灣人也是信仰神明的 深信善有善暴 惡有惡暴 現在大陸的年輕人 正在找尋一種人性的道德重整 以及人身價值的定位的一種新思維 這個是一件好事 對中華民族的蒼盛來講 是一件好事 希望大家在這方面多多努力 好的 非常謝謝新北市的黃先生 下一位是河南的孟先生 河南孟先生請講 大家好 你好 我們河南 不光河南 我度過 看過好幾個生 問到老百姓 十個人就九個晚上做美術獎勵 前幾天不是出了那個山西那個 七個月那個六餐那個事情 對 長治墮胎的事情 我們那個 他們這些人就是說 要錢的時候都很積極 我這個是獨生子女 我們十幾年就沒要到熟 證明犯了兩次 反正是沒有給錢 一個月就十塊錢 現在提高到二十塊錢 反正是人家都給我利用 你也不敢再說 有一次就是不給我發證 我到上面咨詢了一下 人家聽說以後 就說屬於上上面說的 不給他 一直到現在 就犯了一次證 現在也沒有給我 我也不給我了 好的 我們非常感謝河南的孟先生 給我們提供他自己的經歷 也談到這個強制墮胎 跟中國一胎化的一些問題 好的 下一位是山東的徐先生 徐先生您好 請講 山東的徐先生 你好 你好 是的 請說 我聽說 東方 文化 像西山的台湾 我進來就是 面神 它有一個守護 它有一個進步 我有文化 我有家境 都是落後的 你像東工 都是一黨執政 一黨執政 好的 我們感謝 不是 因為這個 我護理 永遠感受 西方國家 永遠 趕不上 好的 謝謝山東徐先生 不好意思 你的口音有點重 我其實本人沒有聽得非常清楚 希望來賓有稍微理解到他的意思 下一位是安徽的陳先生 安徽陳先生請講 你好 你好 請說 我想 感覺到台灣的這種文化 保持得比中國大陸還好 我感覺到 它第一方面 我感覺到 中國的民主和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復興 應該離不開台灣 台灣的 應該是台灣的表率吧 還有一個 比如說 我感覺到 比如說 中國將來以後 走向民族發展 台灣作為一個很大的一個榜樣 好的 謝謝安徽的陳先生 好的 我現在線上還有幾位聽眾觀眾 請大家稍微耐心等待 稍後我們還會有時間 再接一輪的聽眾觀眾 不過我想就剛才 在許多海峽兩岸聽眾觀眾發表的意見 先請教在華盛頓縣長的沈童先生 我想就河北謝先生的問題請教您 他提到了這個兩岸的用詞的一些不同 我們知道過去書同文 但現在兩岸隔閡了很多的用詞 跟發音都非常的不一樣 那他也提到了這個究竟什麼是台灣文化 台灣文化 您剛剛提到的是中華文化的延續 不過也有一些人認為說 台灣有它自己獨特的一些特質 包括它在殖民時代也融合了日本的文化 加上現代的時候年輕人哈日哈韓 它其實已經融合成它自己獨有的一種特殊的現象了 我想就這個兩岸用詞不同 跟這個台灣文化究竟是什麼 這個本質來請教您 您這個問題很好 那我覺得文化也好語言也好 它是與時俱進的 尤其語言它是約定俗成 你說貓熊熊貓 我們大家習慣 我們大家知道什麼東西就好了 鳳梨菠蘿 鳳梨菠蘿這是我們自己習慣的用語 因為兩岸分隔那麼久 你不能說台灣不能夠創造一些新的名詞 那Linsanity呢 林舒豪又出來一個新的英文字嘛 語言文化與時俱進 它一定會有些微的差異 但基本的表面的基礎它是沒有變的 那河北的謝先生有點雞蛋裡挑骨頭了吧 我的感覺上這樣 而且雞毛蒜皮 彈的都是和 漢 這個東西 我覺得有人說和有人說漢 我們都知道什麼意思 這個語言嘛 大家習慣用就好了 閩南語有很多種的 也有不同的發音 那至於說其他像有些 像尤其安徽的陳先生 他對台灣誇獎有加了 說台灣可以成為大陸的榜樣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自我反思 接受人家的批評 然後自我改進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兩岸人民都應該學習的 好的 謝謝沈童先生 也請教台北的武漢教授 剛剛也提到這個安徽陳先生說 台灣可以作為大陸民主化的一個榜樣 那我想就剛剛新北市的黃先生 他提到台灣遵從的一些什麼天地軍情師 現在被大陸年輕人發現了 那大陸年輕的一代 年輕的一代知識分子 也希望尋求這種心靈上的一些新的思維 這種試圖去尋求心靈上新思維的這種現象 是不是對於未來大陸走向民主化 會是一個有幫助的一個啟發呢 您的看法 事實上一個社會秩序的一個維持維護 那麼在法治它是一個基礎 那但是呢圖法不足以自行 那所以剛剛有聽說朋友 包括大陸的這個台北的 或大陸的聽說朋友講 宗教 台灣的宗教自由 宗教信仰 其實在這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們講說台灣人如果善良的話 其實他是敬神的 他相信有來生 那麼如果大家大陸現在比較能夠唯利是圖 或者他可能不信神 他不再不相信有來生的這回事情 那這跟共產黨在大陸推動這個無神論 是不是有關係 那大陸現在是不是有宗教呢 當然有 但是宗教還是在大陸政府的控制底下 不像台灣的宗教是屬於一個自由信仰 那麼人民可以自己選擇自己的信仰 我覺得這個對於一個社會持續的 一個社會文化的一個發展 是有非常積極政變的一個作用 那麼所以大陸 基本上大陸的一些青年人會失落 那麼當然我相信跟過去文化大革命以來 摧毀了很多傳統的這個中華文化 包括這些信仰的在內 那麼從這個改革開放以後 那麼很多物質文明已經走到前面來了 可是相對的精神文明相對的落後 那麼這個對大陸人民 這個一般尤其年輕人來講 可能是一個非常急需去探索的一個課題 好的非常謝謝武漢教授 我很快再來接聽最後一輪的電話 再交給兩位來賓做結論 台中的楊先生您好 楊先生請說 台中的楊先生 好的我試試看下一位天津的張先生 台中楊先生請說 請講您在線上了 因為我要向各位報告 因為大陸的那個把整個中國文化 從文字上都改變掉 所以你們常常說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 連最基本的文字意義都給它改掉了 搞得素不像了 怎麼還在講說中國文化 台灣還保存了那個真正中國的文字 留下來的 但是大陸把那改的亂七八糟怎麼去統一呢 好的台中的楊先生也提到這個減繁之爭的問題 下一位是天津的張先生 天津張先生請講 我首先請教一個 我為了這個發言 我等了一個小時了快 很抱歉 我又打了第二回才進來 張先生請抓緊時間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先說兩個 好的 一個要說明 就是剛才那個江蘇那個和河北那個 我表示很氣憤 它不代表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 再有一段就是說 我們大陸的政治和世界是相反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 我才理解到美國給定的那個反人類罪是什麼 你比如說在中國很簡單的事情 到美國那兒就複雜了 比如說什麼簡單呢 中國比如說國家一把手 國家這個主席很容易一個人就能給他挑釁 對吧 可是勞動人民呢 就一般老百姓上個孩子上個學救個醫 都很費勁 這個事情在一些這個發達國家 跟民主國家都是很簡單的 再有一個很重要一點就是 他這個共產黨有一點 他他都不能自圓其說 他現在在國外他辦什麼孔子學院 可是他要在中國報紙上文章當中 他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話 好的謝謝天津張先生 因為您等了很久 我給你多了一點的時間 不過您這兩個觀點我們其實都聽明白了 他一位是湖南的王先生 湖南王先生請講 好的王先生不在了 最後一位陝西的閩先生 閩先生您好抓緊時間 陝西的閩先生請說 就是這個話題 臺灣等於抱歉的中華文化 這個話實際不對 這個話實際應該不對 應該說實際上 臺灣是中國的 臺灣現在這個民進軍就是能厚一點 但是那個中國現在都知道 我們國家開始現在有個商 不管臺灣的還是我們大陸在那裡 這個文化人 就一直對那民視了解那些人 所實話 所等話的人 我確實很關鍵 好的 謝謝閩先生 結論時間一分鐘 華盛頓的沈童先生 好的 那我想今天的討論非常具有意義 它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 一個開放富裕的社會 它的文化就能夠發揚廣大 那我在這裡呢 我覺得臺灣已經開放了很久了 而且文化的層面與時俱進 今天我們是感到非常驕傲的 當然也有一些缺點了 但是就像我講的 沒有一個社會是十全是為的 一定有些負面的事情 那我在此希望呢 中國大陸繼續改革開放 給人民多一點言論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相信兩岸人民互相學習 那我們中華民族是有無窮的希望的 好的 非常謝謝沈童先生 最後的一分鐘 台北的武漢教授 好 這個關於兩岸的文化 基本上它同源同種 那麼當然在臺灣基本上有很多 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些發揚 那麼當然剛剛有聽眾朋友講說 臺灣的文化怎麼能代表是中國文化呢 這一點說法其實正合了很多 所主張台獨的一切聲音 主張台獨的本來就認為 台灣文化跟中華文化沒有關係 所以你這麼說呢 剛好跟他們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麼是不是你也贊成台灣獨立呢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把兩岸走得更近一點 我們認為台灣繼承了中華傳統的文化 而且在這邊把它發揚了 當然我們也吸收了很多其他的殖民文化 然後在台灣現在呈現的是一種多元文化的一種風貌 那麼在中國大陸呢 我相信在未來它一定也會走到一個現代 國家現代社會的一個方向 那麼但是這需要一點時間 那麼我相信在大陸同胞的一些共同努力底下 這一天會早日實現的 好的 謝謝兩位來賓今天深入的討論 也謝謝兩岸的聽眾觀眾朋友們熱烈的參與我們的討論 剛剛像天津的張先生說的 我們在電話線上等了很久 我們很抱歉 那麼但是我們要提醒聽眾觀眾朋友們 您所拨打的是免付費電話 所以如果說您等的稍微久了一點 也不要擔心可能會浪費您的電話錢 請在電話線上稍微等一下 我們會立刻的安排接聽您的電話 非常的感謝今天收聽我們聽的聽眾觀眾朋友們 特別是透過中華新聞網收聽我們海峽論壇的朋友們 謝謝大家 好的 由於時間的關係 今天的海峽論壇就為您進行到這裡 我們感謝華府兩岸史事論壇評論員沈童先生 謝謝 以及台灣昆山科技大學的武漢教授 參加我們今天的節目 也感謝聽眾觀眾朋友們您的積極參與 提醒您來賓和聽眾觀眾發表 是他們的個人觀點 不代表美國之音 另外在北京時間的6月18號 也就是明天晚上的9點鐘 VoA衛視將正式開播 我們將為您呈現新的欄目 新的元素 新的韻律 新的節奏 給您一個全新的驚喜 歡迎您準時收看 我們請您看 我們請您看 感谢观看